澳门特区政府宣布 明天禁止所有非本地居民入境 内地、香港和台湾居民障碍 游戏澳门记者黄卫志 澳门特区政府中午宣布 根据行政长官批示 星期三零时起禁止所有非澳门本地居民入境 除了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居民 还有持有外地雇员身份应别证的人士 卫生当局可以基于公共利益 尤其是防治疾病、紧急救援 和维持澳门正常运作 或者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等例外情况 豁免相关人士的入境限制 澳门今天开始 已经规定所有14日内到过内地 香港和台湾以外地区的人士 入境之后必须接受14日家居医学观测 如果入境人士是来自风险高的地方 就需要到指定酒店 或者路环高顶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接受隔离 由于香港已经公布 对层到欧洲人士的入境检疫措施 澳门政府说 仍然在外国的澳门居民或者学生 如果要经香港回去澳门 可以进行网上登记 航班抵达时间 所以在这个月22日或者之前 澳门政府会派专车到香港机场 将他们接回去澳门之后再接受隔离 政府亦都呼吁计划回澳门的居民评估交通过程 存在的感染风险和审慎考虑 保护个人安全 另外澳门再多一宗输入个案 令到确诊人数增至12人 患者是一名47岁到澳门经商的西班牙籍男人 星期日由马德里搭飞机往莫斯科 再转机至北京 星期一晚上8点由北京飞抵澳门 他在机场被卫生局口岸人员发现有发烧 但没有其他不息 被送往人白雀综合医院检查 经核酸检测早上正式确诊 无线电视传澳门记者黄慧之报道